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也被称为巴洛克时期的拉斐尔和拉斐尔转世 也被看作是意大利古典艺术的终结者 在他之后意大利再无辉华大师 雷尼代表的是意大利圣洁而衰之前的最后的顶峰 雷尼全名归多雷尼 曾进入布洛尼亚美术学院学习 之前我们讲过布洛尼亚美术学院 是世界上第一所美术学院 这是卡拉奇三兄弟所建立的 还亲自受到了卡拉奇三兄弟的老大 路德维克·卡拉奇的指导 还曾经任布洛尼亚美术学院的院长一职 虽然是卡拉奇和卡拉瓦乔之后的画家 但是名声却远远超过这两位全辈 甚至与拉斐尔几乎相当 在雷尼的画中 标志性的特点就是仰望星空时发呆 他的宗教画 肖像画中的人物 常常呈现仰望星空的一种姿势 甚至有一种翻白眼的感觉 之所以有这种雷尼式翻白眼 背后的原因就是宗教 画中的人物仰望的其实就是神明和上帝 这样的姿势代表着强烈的信仰 雷尼笔下就连耶稣也是头戴金刺 仰望天父 这一点和达芬奇画作中 很多人物手指天空的动作 一曲同工 雷尼之所以被称作巴洛克时期拉斐尔 是因为他的画作和拉斐尔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就好像一年早时的拉斐尔 未尽的事都由他做到了 比如他的代表作 圣彼得受难中整个构图就由拉斐尔 和谐的三角构图法的一种元素 体现出拉斐尔式的完美绘画的一种理念 同时这幅画还能看出卡拉瓦乔的明暗技法 提香的色彩以及角式主义的 布隆奇诺的一种色调 雷尼完整地继承了古典主义绘画风格 甚至连发展的路都和拉斐尔非常相似 雷尼最著名的一幅画就是曙光女神 画中尽显古典主义的一种色彩 主题内容构图都充满了拉斐尔时期的一种特点 就如同拉斐尔当年融合了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一样 雷尼是古典绘画艺术的极大成者 也是终结者 终结并不是失败 而是一种完成拉斐尔提出了完美的一个绘画 雷尼在并不很大的创作空间里 进一步提升了这个概念 将古典主义能做的都做完了 该研究的都研究透了 我们来看一下她的一张画 苏珊娜的故事来自圣经外典中的戴影里说 苏珊娜是一位非常信仰宗教的犹太美少妇 每天中午她经常到花园散步 有两个犹太教的长老被她的美貌迷住了心窍 被自己的情欲弄得神魂颠倒 以至于对祷告和旅行长老的职责都不感兴趣了 她们私底下向着苏珊娜却也不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另一个人 因为她们都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淫欲 这样一复一日 她们心急活了的巴望着瞄上苏珊娜一眼 好不容易盼望着苏珊娜独自一个人在花园中脱衣沐浴 浴火焚身的两位长老如恶狼铺羊一般刻不容缓 露出丑陋的原形 她们想威胁苏珊娜就犯 但苏珊娜不愿意犯罪 背叛上主和丈夫 于是她大声呼喊引来众人 两位长老求欢不成 有爱神恨 恶人先告诈 诬陷苏珊娜 最后苏珊娜的丈夫听闻之后 相信了两位长老要惩罚苏珊娜 苏珊娜只好向上帝祷告 上主启发应有青年 但以礼清洗了苏珊娜的一个冤情 在希伯来语中 苏珊娜的意思就是纯洁清新的百合花 与邪恶为善 淫威的两位长老形成鲜明的对比 画家不止着目于苏珊娜美丽的面容 更对她风吟成熟的冰激玉夫 优雅撩人的体态描绘有加 而两位着老不仅丑态避现 迫不及待地去拉扯 抚摸苏珊娜 她们的面孔与夸张的肢体动作 都与纯洁惊恐 交入的苏珊娜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这里卢本斯也画过一张苏珊娜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卢本斯的苏珊娜 和雷尼画的苏珊娜有什么不同之处 好了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我们主要介绍了巴洛克时期的拉斐尔 雷尼 我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lides 这是 u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都是温暇的